中国经济学家们 现在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讨论 就是中国经济是如何取得过去40年 这样的高中展览奇迹 归功于市场发挥了它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这是几乎是总个经济学界公论的一个观点 所谓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好像就是在讨论如何优化配置的 那么这样一个我们所谓研究风格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受亚当斯密 看不见手的自理明恩的影响 那问题是市场经济真的能有效优化配置吗 如果真的市场能够合理的 或者优化配置资源 那么我们当中又如何去理解 比如市场经济当中出现的 没完没了的经济波动 没完没了的失业 没完没了的经济危机 有的是个没完没了的高通账 我们又如何去理解我们现实当中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执行的市场结界 但是呢 他们却陷入了比如说中等收入陷阱 甚至陷入了贫困陷阱 我们如果真的资源优化配置 我们怎么会出现 比如说大量的资源进入了房地产 有什么所谓的泡沫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出来 就是说市场真的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了 于是同时如果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话 那么市场经济的魅力到底可在 所以我今天想说的一个第一个观点 就是市场实际上是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 它的真正的魅力在于它的激励几点 也就为我们整个经济社会提供了这种高能激励 于是同时我也想向大家各位认证 就是说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说物 根本不是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 而恰恰是指一种激励机制 那么特别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我们也想认证的是它更是一种胁迫色的激励机制 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考察 我们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我就想为大家弥补一个 我们经济高涨的另外一个动力 那就是这种高能激励 弥补上这样一个缺陷 理论上的缺陷 首先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市场经济真的能有效配置资源吗 有效配置论一直被共认为 是来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说物 需要说明的亚当斯密只是说了这些话 比如说一个追求自私的购能 那如果让他们去自由的发挥 去追求购能利益的话 那么在看不见的人底下 能够促进社会利益 大概是这样一个 也就是说我本非出于善意 但却得出了善果 这样一个概念 后来问题是这个看不见的是什么 经济学家们大量介绍 这是就是资源配置机制 或者更具体的讲 那就是价格调整资源的配置机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质量而来就会导致说 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 但实际上亚当斯密 我们一会儿要看他的整个国父论中 对市场如何调节资源配置等等 有没有论述 有一点点的论述 但是他的国父论 他讨论了更多的 不是我们围观经济学概念上的资源 价格多动 怎么引起资源调剂 然后最大到最优化 不是围观经济讨论这些 他更多的讨论是财富是怎么积累的 他讨论财富积累的是个说 有两个渠道 第一个就是资本的积累 第二个就是分工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就是 我们所说的技术的提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投资 然后他在另外三篇当中 讨论的是现实途径 比如说具体讨论了政府财政等等 所以整个的国父论 他并不是围观经济学的著作 他是从我们现在看起来 他是一个发展经济学 增长理论的一些范畴里面 所以亚当斯密 他的国父论是这么样的著作 市场经济到底能不能有消费资源 我想首先讨论这个问题的是 一开始是瓦尔拉斯 可以说他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 他设计了一个所谓的拍卖市场 这个拍卖市场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通过价格的调整 每个人交易人都会跑到这个市场 然后他呢 自己不自定价格 报给这个拍卖者 拍卖者呢 就把收集到所有的 要想交易的商品 买和卖的商品 然后呢就报价 整个报价过程呢 别的就根据他的报价 填报他的资源 就是我在这个价格上 到底供给多少 需求多少 然后这个报价源再按照这些报上来的供需信息 按照这个进行价格调整 就是说供供需求的话 价格下跌 供供应求价格上升 然后呢 再有新营能的报价 下面的交易者呢 再进行填报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最后得出了一个 所谓的那个均衡价格 所以这个就算是资源优化配置了 这是瓦尔拉斯的贡献 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市场的交易模式 看到价格调整以后 如何优化配置资源 瓦尔拉斯的他的贡献 还仅仅是一个 我们称之当时称之 Counting Quash 就是按照技术方程 这种情况 我们一定会得到一种价格 是使得供给等于需求 然后真正的数学的证明 那就是阿鲁迪布鲁 他们的证明 就是沿着瓦尔拉斯的这个设计 就构建了一个 所谓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最核心的假设 就是说假定 价格不是由生产者自己制定的 是由市场决定的 但他也没说这个市场是谁 实际上隐含的就是 瓦尔拉斯当时的报价员 但是瓦尔拉斯所说的 那个交易市场已经没有了 所以但是呢 他就设计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 他说这个完全竞争市场 是什么 他就说每个厂商的生产规模 都非常的小 小到什么时候呢 他没法影响市场的价格 也就是说市场当中存在着 千千万万个 生产同质商品的 生产者 比如说同样的颜色 同样的规格 同样的质量等等之类的 所以正因为如此 他没法确定 那个价格有谁 有一个是给定了一个价格 但这个给定价格是谁呢 瓦尔拉斯的交易市场 那是那个拍卖员 但实际上他有的是个数 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数 进一步把那个看不见的数 放进去了 所以确实在阿努迪布鲁影响下 他从数学上完美的认证了 所谓在完全竞争市场下 市场能够有效配置主缘 当时是非常轰动的 那么实际上 这个阿努迪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 或者完全竞争市场的 它实际上现实当中 如果考到现实当中 它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些数学家 他们就是在数学模型当中 去认证一些东西 这些方法也算是一个科学的方法 比如物理学 比如研究的是一定的环境下 那个事物的变化 规律发生什么 所以这种科学的研究 有的是可以重复的 也就是说 你真的在这样一个实验环境下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你可以进行 某种程度的实验重建 比如把那个实验室扩大 然后变成工厂 这样的话把你想要得到的那些结果 想要生产新的产品 形成一种生产力 形成产品出现 这个科学研究没问题 既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物理学的研究能够让我们实验时进行改建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得经济 体制进行改建 所以他们参照系的能力 基本上说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最优的经济体制是这个 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应该朝这个方向 那么这在实验当中呢就变成了什么 我们尽量的不要政府 所以这么一个参照系人实际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 尽管他们都知道完全竞争是根本不存在 但是我们尽量还是要什么 尽量要他要参照他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能否 像物理建物理实验室那样去参照某些最优的状态进行改革呢 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去做了 有可能吧 我觉得这样一个参照系理论 实际上某种程度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首先你必须把现有大企业大制造业千千万万个 你去把它拆得很小的规模 回到我们也许之前的自然经济社会等等之类的 我想这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可能去为了这一点而去破坏我们的生产力 所以生产力是不断进步的 所以到未来的发展肯定是大企业大制造业等等的不断完全发展 所以说参照系人是站不着脚 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也就是说经济是不断进步的 生产力是不断提高的这样的历史的趋势 既然我们说我们经济社会已经是不可能的 回到完全竞争市场上去了 也不可能是完全竞争市场经济 那么这里边我想有太多的理由 我们认为市场是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